这一生我们做某件事情或者在某种成就上 你能做到什么程度 皆有定书 无论我是走了读书的路 还是走了另外一条路 实则到达那个顶点的时候是一样的 那我的定书和变书到底是什么呢 你努力过后才知道 人生美妙和积极的意义恰恰在这里了 什么是峰值 每个人的峰值不一样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峰值在哪里 所以永远都有努力的空间 要努力 但是并不执着于从某一方面某一个点去努力 而是把时间线拉长 所以我们老话讲是金字早晚发光 买也买不住 不是金字你天天把自己呈现在最外面也没用 也被人扒拉掉 然后你不用去感叹我今天的路是不是错了 没错的 你走在这条路上就是对的 知足知足 长足以当下就是最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